上一集節目介紹了號稱要終結肥胖的曼哈頓計畫 NEWSY的成立 以及碳水化合物胰島素模型CIM 跟能量平衡模型EBM的論戰 這集節目終於是科學減肥的完結篇 真信不騙 我會再介紹一個會大大重塑你減肥觀念的假說 以及我綜合了這1、20年來有關減重的重量級研究 歸納出來的終極減肥模型 嘿大家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如果你是新朋友 我叫修修 這個頻道會跟大家分享科學的方法與工具 來幫助大家工作更有效率 身心更健康 前情提要一下 提出CIM的Lodwick教授認為 肥胖腎群率會節節升高的原因 是因為公認導致肥胖的主因 熱量盈餘是錯的 他說吃下大量高升糖指數的碳水化合物之後 會導致餐後胰島素濃度上升 促進血糖跟油理脂肪酸的熱量來源 寄到脂肪細胞裡面 而不是供給組織使用 此時血液中可用的燃料下降 導致人體產生內部飢餓 大腦就會增加我們的食慾 讓我們去找東西吃 同時也會下調代謝 進入節能模式 CIM把熱量盈餘導致肥胖 這個英國關係導過來 成了變胖會導致熱量盈餘 總之只要在不挨餓的前提下 我們只要少吃碳水 就可以降低我們的食慾 增加我們的能量消耗 而達到無痛減肥的目的 美國衛生院的高級研究員 Kevin Hall做了兩個臨床實驗 推翻了吃低碳 可以增加能量消耗這個假說之後 他第三個實驗 就是要來看看吃低碳 是不是真的能夠降低食慾 實驗早了20個平均30歲 BMI28稍微過重的成年人 隨機把他們分為兩組 一組先吃14天 只含10%碳水 75%脂肪的動物性低碳生酮飲食 接下來14天換成75%碳水 10%脂肪的低脂純素飲食 另一組的順序則是反過來 研究人員沒有跟受制者講說 實驗真正的目的是什麼 只跟他們說是要測試不同食物 對身體組成的影響 並且提供他們每日所需熱量的 兩倍以上的食物 要受試者吃到不想吃為止 剩下的食物會被收拾秤重 以得知他們真正吃下去的熱量 因為這是測食慾的嘛 所以食物一定要弄得很好吃 並且符合美國人平常的飲食習慣 大家可以看看這些圖片 這個是低碳的荤食 這個是低脂的素食 看起來真的蠻好吃的 而且為了求公平 兩種飲食的非澱粉蔬菜的量 都是固定的 從實驗結果的確可以看到 低碳飲食的餐後血糖的確比較低 當然餐後胰島素的分泌也處於低位 但是跟CIM預測的相反 低脂飲食期間的隨意熱量攝取 竟然大大低於低碳期間了 平均少了整整有689大卡 而且低脂飲食期間的食慾 低於低碳飲食期間的這個現象 是出現在每一個受試者身上的 Kevin Holt 說他很少看到有實驗的結果 是這麼一致的 你可能會猜啊 他們的素食會不會比較不好吃 但受試者對食物的喜好度跟熟悉度 兩種都是差不多的 從這張圖可以看出 低碳期間雖然每分鐘吃下去的 克數較少 但是因為脂肪的能量密度較高嘛 所以低碳時每分鐘吃進去的熱量 是較高的 在這兩週內 低碳組體重 確實有比較顯著的下降 而低脂組的一開始甚至還上升一點 但是低碳組減掉的大多是去脂體重 就減脂的效果而言 很明顯的是低脂飲食的效果會比較好 論文中說到 低碳飲食這麼顯著的減重效果 是來自於肝糖以及水分消耗掉的關係 一般成年人肌肉大概有400克的肝糖 而肝臟中存有100克 每一克的肝糖大概會帶3到4克的水 所以低碳飲食之所以能有這麼顯著的減重效果 並不是因為減脂所造成的 但一般人沒辦法這麼精確的定時量測體脂嗎? 只看A體重掉這麼快很爽 這可能也是低碳飲食這麼熱門的關係 不過至少有個好消息 只要吃得健康 即使每天吃到飽 不管吃低碳或低脂都會瘦 這篇研究是2021年發表在Natural Medicine Kevin Holt 早在2016年初 就因為瘦夠了 離開他在Newsy的角色 2021年這篇是用NIH的錢做的 他也曾經在一次的受訪的時候 表示碳水化合物胰島素模型已經被證違了 而Newsy之助的最大型的實驗 也是我之前介紹過的 史丹佛大學的Christopher Garner 教授主持的 這個實驗找了609名過重的成年人 讓他們隨機分成兩組 各吃一年的健康低脂飲食 以及健康低碳飲食 看看他們體重減輕是否跟胰島素的分泌 或者是DNA有關聯 過了一年之後 健康低脂那組平均減了5.3公斤 健康低碳那組減了6公斤 兩組並沒有統計上顯著的差異 而跟胰島素跟DNA的影響也沒有關聯性 這批研究是2018年發表在 頂級醫學期刊Drama 結果很明顯 所有的研究 就只有David Ludwig 的支持胰島素假說 其他的都不支持 這個時候John Arnold 也不再繼續支柱 NUSY 了 這個機構也在2021年宣布解散 NUSY 支柱的實驗告一段落 但是David Ludwig 跟 Kevin Hall 之間的論戰 正在熱烈上演 Ludwig 教授在 2018 年 8 月 先在 JAMA Internal Medicine 發布了一篇論文 題目是 The Carbohydrate Insulin Model of Obesity Beyond Calories In, Calories Out 算是第一次把他的 CIM 做了一個完整的論述 並且正式提出對 Energy Balance Model 簡稱EBM 的質疑 該論文很明確地指出 CIM 認為 脂肪細胞是肥胖病因的核心 而不是被動儲存多餘熱量的場所 而高碳水化合物飲食 包括大量的金氏澱粉跟糖 會促進餐後高胰島素血症 促進熱量沉積在脂肪細胞中 而不是在瘦組織中氧化 進而通過增加飢餓感 跟減緩新陳代謝率 而導致體重增加 而他也講了 CIM 其實也遵循熱力學第一定律 也就是能量守恆定律 但CIM 最主要的論述 是把熱量盈餘導致肥胖 這個因果關係導過來 成了變胖會導致熱量盈餘 但 JAMA Internal Medicine 也為了要平衡報導 邀請Kevin Holt 在這篇文章後面寫一篇他們的看法 標題就是 CIM 很難與現有的證據一致 而Kevin Holt 也在低碳 以及低脂吃到飽實驗發布後 在同一年 2021年與 Science 期間發表了一篇文章 主標是 碳水化合物 胰島素 以及肥胖 副標進一步說明此篇文章的主旨 就是 胰島素在身體脂肪調節中扮演的角色 與膳食碳水化合物無關 文章檢視了過去兩個陣營做了實驗 來支持這個評論 並且畫出了CIM與EBM兩種模型的對照圖 我覺得相當棒的解釋了這兩種模型的差異 相較於CIM把碳水跟胰島素當成肥胖的主因 EBM認為 胰島素只是人類在動態維持能量平衡的一環 並且強調當體脂肪超過臨界預植時 胰島素會向大腦提供負反饋信號 結合從脂肪細胞分布的瘦素等信號 傳到大腦以降低食慾 這才符合身體運作的機制 我覺得CIM最牽強的一點 就是他一直強調 脂肪細胞是造成熱量隱餘的主因 完全忽略掉了這條負反饋機制 Bloodwick教授當然不死心 2021年又在美國臨床營養期刊 AJCN發表一篇文章 標題是 碳水化物胰島素模型 一個肥胖症流行病的生理視角 基本上沒有講什麼新東西 但他就是把CIM重劃了一個比較複雜的版本 並且在文章中開始批評EBM 認為能量平衡理論只是個套套邏輯 簡單說就是廢話啦 他還說EBM的基本公式 忽略了關於脂肪儲存的生物影響 到底是誰忽略啊 他還說如果EBM是對的 政府呼籲大家少吃多動 那為什麼肥胖症沒辦法被阻止呢? 就因為很難啊 並不代表這個理論是錯的 我看過幾個Lodwick教授的最新演講 他基本上還是一再重複這幾點 對EBM的批評 不知道你看了怎樣 對我這個理工仔來說 CIM的論點跟邏輯真的相當薄弱 Kevin Hawk可能想說 Science那篇太短了沒有講清楚 那寫一篇長的來跟你解釋吧 於是他在2022年的5月 也是在AJCM發表了一篇文章 標題有點故意喔 叫做The Energy Balance Model of Obesity Beyond Calories In Calories Out 文章針對Lodwick教授 對EBM的誤解一一澄清 並且再把EBM闡視得更清楚 大家可以看看這張圖 EBM認為 體重是由大腦來調節的 它會根據來自食物環境的外部訊號 並且結合身體的內部訊號 在我們的意識之外 來控制食物的攝取量 大家可以看到 脂肪細胞變大後所分泌的瘦素 以及其他脂肪因子 體內循環能量的增加 肝臟跟肌肉或等等能量增加 以及胰島素跟其他荷爾蒙等等 都會抑制大腦的食慾 荷爾蒙的另一個功能 就是調節能量在器官的進出 而腸胃道也扮演調節食慾的重要因素 這就是所謂的腸腦軸 你看這是一個相當複雜的動態平衡機制 而由於食物環境的變化 便宜、方便、高能量密度的 超加工食品到處都是 這會擾亂大腦維持身體能量平衡的能力 讓我們吃下更多的東西 導致熱量淫餘 這個才是公認肥胖的主因 這跟手機跟社群媒體 會綁架我們的多巴胺系統 使我們注意力降低的原理是類似的 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這個進化 改不上世界變化的人類 對我們的環境適應不良所造成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前幾集 講多巴胺的影片 回到這篇論文 Cabin Hall的評價是 新的CIM就是Ludwig教授畫的那個複雜版本 可以被視為EBM的過度簡化版 EBM認為大腦是導致肥胖的主要器官 而CIM認為脂肪組織是導致肥胖的主要器官 看到這邊你覺得哪一種模型比較有道理呢? Ludwig教授當然不會服氣嘛 2022年8月又在EJCN發表了一篇文章 繼續闡述CIM以及EBM的競爭 再次說明了兩者導致肥胖的因果關係是反過來的 他真的很糾結這點 並且在2023年底把Cabin Hall的第三個實驗的原始數據 拿來分析 聲稱以他們的解讀來說 實驗結果是支持CIM的 但這又讓Cabin Hall不得不作出回應 指出這個重新分析存在幾個致命的缺陷 包括他們拿到的數據是不完整的 而且他們聲稱的效應 根本沒有達到統計上的顯著性差異 CIM團隊同樣也把史丹佛大學 Christopher Gardner 教授的大型研究數據 拿來重新分析 結論依然是那個實驗也符合CIM的預測 好啦我能夠理解 一個自己苦心推廣二十幾年的假說 卻被擺在眼前的諸多證據否定 一定會很不甘心 但難道不能把時間跟資源 花在其他有益的地方嗎? 為什麼一定要證明自己是對的呢? 兩邊不都是要大家多吃原型食物 少吃加工食品嗎? Kevin Hall 也早就說不想再跟CIM陣營糾纏了 他現在的重點就是研究超加工食品 對人體的影響 我看過好幾個他的演講跟訪談了 他就是個理工宅的思維 不會有既定的立場 只想找到問題的答案 就像他去年發表在Science期刊上面的文章說的 關於導致肥胖症的原因 我們還有許多未解答的問題 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 並且能夠對否定自己假設的實驗結果 欣然接受 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科學家的態度 但即便CIM是個有問題的假說 低碳飲食還是有它的地位 尤其在有第二型糖尿病的患者身上 低碳可能是個好的飲食策略 有前面的實驗也可以觀察到 低碳飲食的減重效果的確是比較好 我在兩年前其實也是屬於低碳陣營的喔 因為太流行了嘛 但隨著看到的研究越來越多 低碳飲食對有持續在運動的我來說 可以說是必大於利 尤其很多研究已經指出 將每天能量來源的一半給碳水化合物 對壽命跟心血管健康來說是最好的 這篇2018年在刺客證上面的研究 可以看到死亡率跟碳水化合物 攝取的比例之間呈現U字型的趨勢 50%剛好是甜蜜點 而低碳的風險高於高碳 美國心臟協會也在2021年公布了一個飲食指導 在所有流行的飲食法中 在高血壓那集介紹的得出飲食 在所有的評比中都拿到綠燈 總得分是100分 而低碳只拿到64分 生酮甚至拿到不及格的31分 減了體重但是賠了健康 值得嗎? 所以我現在的飲食策略是維持碳水 脂肪跟蛋白質比例為50%、30%跟20% 完全只吃原型食物跟豆類製品 多吃五穀雜糧跟蔬菜水果 油脂就吃堅果、魚跟橄欖油 蛋白質就以植物性蛋白跟魚為主 避免紅肉 其實吃久了根本也不用算熱量 吃夠了大腦自己會叫停 對路邊的鹽酥雞完全可以視若無睹 超神奇的 就前面幾個時間可以看出來 只要借掉垃圾食物跟含糖飲料 只吃健康的原型食物 大腦調節能量平和的功能就會慢慢恢復 身體也會漸漸瘦下來 講完了影響體重最重要的因素 飲食之後 接下來要講能量平和公式的另外一側 能量消耗了 我要再分享一個關鍵性的研究 稍微有點難懂 請大家有耐心多看幾次 弄懂之後你就會恍然大悟 為什麼很多人會認為算熱量沒辦法減肥 也會對減肥這件事情有一個全新的看法 Kerman Ponser 是杜克大學的進化人類學 與全球健康教授 好酷的名字 他的任務是了解人體是如何進化 以及塑造我們的健康跟生理機能 他的實驗室專注於了解飲食 活動跟其他的生態因素 是如何影響人們的生理跟健康 他最有名的一個實驗 是跑到非洲坦尚尼亞的原始部落去 去用雙重標記水法 測量一個叫哈札族的每天能量消耗 這個是世界上最後一個 還過著狩獵跟採集生活的部落 他們沒有種植任何的作物 也沒有豢養動物以供食用 每天一早起來 成年人最重要的任務就是尋找食物 男人除去打獵或採集蜂蜜 女人去尋找莓果或挖取植物的根莖 Ponser教授量化他們工作時的勞動量 發覺竟然是美國人的十倍啊 這還不包括他們每天至少要走上 十幾二十公里的路喔 他預測出來哈札族能量消耗 應該會比美國人多很多 但實驗結果出來之後 他嚇了一大跳 哈札族每日的能量消耗 跟工業化的歐美人士是一模一樣的 他想說怎麼可能 一定有哪裡弄錯 他用了更複雜的統計方法 並且控制了年齡啊 性比啊 體質啊等等可能的混雜因素 發覺結果還是一樣 每天的能量消耗 只跟體重有關 跟你做了多少活動 沒有關係 他開始爬出過去的文獻 發現已經有許多研究指向這個結果了 其中他最喜歡的 是一個有關半馬訓練的研究 女性受制者從一開始不運動 練了一年之後可以周跑40K喔 考量他們的肌肉身加量 每天多消耗的熱量 比起一年前應該有390大卡 但實際測出來只有120大卡 於是Ponsor教授提出了受限制的 每日能量消耗模型 他認為成年人每天消耗的能量 是固定在一個狹小的區間 如果體力活動消耗的能量增加了 大腦就會在其他地方省下來 而不是我們之前以為了 運動消耗的熱量 可以在基礎代謝以上疊加上去 這完全符合我自己的經驗 以我現在每天的運動量 我應該早就瘦到不行了 但我的體重一直都差不多 這也是大多數人算熱量減重會失敗的原因 除了對吃下去的熱量孤不準以外 連每天多消耗的熱量也會算錯 算熱量減肥容易失敗的原因 不是能量平衡模型是錯的 而是真的很難算得準啊 就如同EBM闡述的 我們的人體是個極為精密的系統 大腦會不斷的掃描內部跟外在的環境 來決定食慾跟能量消耗 進而維持體重的平衡 很多都是在下意識進行的 這絕對不是所謂的意志力可以控制的 看到這裡 應該超過15分鐘了吧 你們會不會想 那怎麼辦 減肥既然這麼難 這麼逆天 那是不是不要運動也不要算熱量了 其實不是的 我終於要來介紹 統合了之前所有的研究之後 歸納出來的小人國健體模型 我們人體就好像是一個國家 而一個國家要正常運作 就必須要有錢嘛 大家想去之而後快的資方 就是國庫裡的錢 大腦就是這個國家的總統 他會控制錢的流進跟流出 很大部分是下意識做的決策 世界上沒有一個總統上任的主要任務 就是想把國庫裡面的錢花得越少越好 因為國家會倒啊 如果你是總統 看到國庫裡的錢越來越少 你不會想辦法開源節流嗎 這就是減重後很容易反彈的原因 而總統的個性是有基因決定的 比較衝的就比較敢花錢 體重就會比較低 而保守一點的總統就會想多囤點錢 體重就會比較高 但人類這個物種 比起其他靈長物更容易儲存脂肪 這使得我們有進化上的優勢 這點大家可以去複習我介紹 Nature wants us to be fat這本書 這個國家每天能夠花出去的錢 也是固定的 就是受限制的每日能量消耗模型 每天能夠花出去的錢 叫做能量預算 預算的高低 跟這個國家金石公務員的數目成正比 這個數目就是去值體重 而人類的設定是把這些能量預算 用在大量的活動 像是長跑 我們的老祖宗 是有辦法把動物追到精疲力盡的 而這個國家的任務就是把國座持續傳承下去 有三個指標可以預測這個國家的壽命 第一 VO2 Max 第二 記憶力 以及第三 健檢數字 其中包括高低密度擋固醇啊 三孫甘油脂啊 糖花血色素啊 血壓等等 總統可以決定錢的來源是什麼 也就是要吃什麼東西吃多少 如果吃的東西不對 就會讓健檢數字出現異常 LDL以及血壓過高 易發心血管疾病嘛 那糖花血色素如果過高就會導致糖尿病 這些都會增加國家滅亡的機率 吃太多的話 國庫會慢慢變滿 如果活在原始世界 總統會下令少吃點 但現在世界的超加工食品 會讓總統腦殘 導致越吃越多 這個就是肥胖症的主因 如果吃太少 國庫資金漸緊 總統就會讓一些公務員放假 把代謝調慢 如果資金水位下降太快 有時候總統甚至會超前部署 讓代謝調降的幅度 比少吃的熱量還多 以確保國庫為見底 這個現象叫做代謝適應 Metabolic Adaptation 太激進的結食 甚至會讓總統被迫關掉一些政府機關 首先是計劃未來的進化腦 所以專注力會下降 再來情緒控制力 免疫力 甚至生殖力 都會開始出問題 這個現象在很多飢餓的實驗 都可以看出來 總之 健康的飲食不是為了減肥 是為了要提供給國家充足的預算 並且維持身體健康 只要避免超加工食品跟含糖飲料 盡量只吃原型食物 身體就會調適到能夠讓各個組織 都發揮功用的最佳狀態 而總統也可以決定錢要怎麼花 首先當然是維持國家的運作 這個就是大家熟知的基礎代謝 除此之外 一位英明的總統會把有限的預算 花在強化 VO2 Max 以及激力這兩個數值 他會把能量預算拿去做中兔 來刺激立線體 訓練有氧能量系統 再加上高強度的間歇 刺激新輸出量 訓練無氧能量系統 這兩個相輔相成 就可以增加 VO2 Max 他會拿預算去做主力訓練 來增加記憶力 這兩種能力都能讓國家長治久安 我之後也會在頻道分享 更詳細的運動策略 大家可以先去複習一下 Zone 2訓練到底是在練什麼 總之 運動的目的 不是為了要無謂減少國庫中的金錢 AKA減肥 而是要把能量預算用在刀口上 讓國家能夠辛龍強盛 完成人生大大小小的目標 以上就是我綜合了這一二十年來 有關減重的重量級研究 歸納出來的看法 我真心認為 把焦點放在體重這個數字 其實是本末導致 我們建立好的飲食 以及運動習慣的目的 不是為了減肥 而是為了要擁有健康的身體 只要國家強健了 公務員個個都精實幹練 消化預算一把兆 不會拿來中保私囊 那體重維持正常是個必然的結果 喔對呀 還是要工商一下我的電子報 如果你想要訂閱我每個禮拜的學習的話 請你到 shoshu.tw.free 我會在每週的電子報裡面 分享我當週看到最新的資訊跟學習 最後 我要跟你說 你很棒 放輕鬆 別太逼自己減肥了 先把肌肉練起來 跑起來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 nek 更 jury 大家 我和 aug一 conditioner 有 什麼 你 有 那 你 你 那